Romaの光 我がなわねる 谢谢尼路 我聋了 好的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DADFGO活动时间 本次来到了大家心心念念的刷香活动 尼路季2023 Early Summer 同时也是第一次尼路季 或是金闪季这种刷香祭典的复刻活动 由于本次活动复刻的是繁中2019的尼路季 相关的礼装基础概念 或是王者级以下的关卡 大家可以直接去看旧版的影片就好 本次我们会将重点放在新追加的关卡 以及一些的变更点上面 刷香是不是就要刷爆呢? 如果这句话放在六周年前 我会跟你说yes 刷香就是FGO最划算的活动没有之一 然而随着总火和宝物库的机关时装 就不一定了 假设以这次起始就有涂满礼装的情况下 即便以6加成花瓣加12下去打 差不多也要2.5场一箱 换句话说实际上一般玩家大概会是落在4箱的前后 加上每箱的同苹果大约会是110AP一箱 等于四星总火25个 绿方60个和650万QP 由于前面影片提到了五星总火 是四星总火的三倍经验 等于要拿到差不多的资源 去打减半的总火门关 只要55AP左右 难度也低得多 当然啦 这是只看总火和QP的部分 你要是只为了练120级的老公老婆 就乖乖的去打减半吧 如果你对于绿方 友情点 输液 挡阵 锁链 勋章 灰尘 甚至是技能时有需要的话 还是推荐你去刷香比较全面一点 相较上次只给了4张不解啦啦队的坏文明 这回直接让你换好换满 5张到手 如果你之前有流的话 很快就能以加6开局 效率好伤不少 两人三角也会再给你一张图满 打这次的超高难度 要是有两张图满的会简单很多 这次会复刻之前四星红尼路的体操服 如果你已经拿过衣服的人 会像过往一样得到金方一个 要是你曾经在01缝制那边有5个金方交换的 也不用担心 因为它会退还5个给你 这方面FGO倒是做得很好 用金方兑换的物品或关卡 在免费开启后都会原价退回 不会让有早开的人当白痴这种相对剥夺感 这次的开放日期和以往的祭典一样 分成三阶段的预选、正赛和决赛 除了预选是4天 后两个都是5天 不过注意一下 决赛的结束时间是下午1点 会少5个小时 如果你要刷到最后一刻的人 就自己注意时间 初级到王者级这次我们就不看了 毕竟在沙虎和术傻都时装的状况下 实在没什么难度 由于繁重也是唯一一个 在拥有沙虎和奥伯隆这两个从者下 可以打尼路器的伺服器 相关的攻略可能比较少 这边我就列出一些觉得应该可行的组合 到时候活动上了 用更合适的我再补充上来 先说本次90加无论难度 最通用也最舒适的队伍叫做 腰篮带上黑杯或者是两臣三角 加上双狐狸加上奥伯隆 over完毕 就算宝一也可以把对面打得平平平平 腰篮满破满等黑杯宝一的三波伤害 不算天地人相克 平均有9万12万和41万的白字伤害 唯一有机会顶得住不死的 就是决赛的Wave 2地数13万血 但是我们考量到决赛的时候 你就会有满破的伤害理装了 对不对 这时候三波的平均伤害 就会变成15万 18万和45万 基本上就没有人 或者是任何一只从者顶得住了 即使被克制也能直接硬凹车过去 那要是你说 爹呀我没克金我没有腰篮呢 你可以换成保五的束狗哥 没有硬币开二级也没有关系 你就带黑杯 这个时候加上双狐狸奥伯龙 会是等倍的平均 9.5万 15万 35万 那活动后半呢 换成了图满的两绳三角 就是4.5万 21万 跟36.5万 一样的 从头碾到尾 舒服 结束 本次攻略 哇 等一下 这样搞得好像我在水石树一样 但说老实话 我最推荐的也确实是以上两个组合 虽然少了一个加成但是操作起来简单通用 不吃配牌 不吃暴击 想挠死刷香 唯一选择 小补充一下 有鉴于很多人会狂抽猛抽 我跟王姐 王姐的宝三搭配50NP底装 像是比如说晚餐黑针这类的话 会是落在14万 17万 和32万 我们这边要求到宝三呢 主要是预赛的这个大龙比较麻烦一点 要是你只考虑正赛和决赛的话 同样配置 宝二应该就够了 如果你们真的浑身不对劲 很想要溜渣成觉得我们尊绝不凡 好 往下看 DA这边以不使用成功和大英雄的方式 如果你要用大英雄亲第一波的话 难度就会下降许多 但同时你也需要将大英雄的等级 练到比如说80甚至90以上 你们就自行参着取舍一下 欲选的霸者级三波 分别会是7万7的狂武者 17万的狂大龙 最后一波有接近19万的剑一吹 和两个10万左右的狂值 六加成比较合适的方式 在这里会是暴击、单体宝具、全体宝具的方法 其中单体宝具要有30NP以上自冲 暴击相关 红卡多点比较合适 像比如说剑蓝、羽蛇神、狂金石都可以考虑 松果大瓦就是剑蓝了 后面两波如果你选择的是红卡体器 就是30NP自冲从者 加上沙狐奥伯龙 阿卡类的宝1就可以了 狂洲宝2、摩根宝3比较稳妥 蓝卡的话你可以考虑泳装真的和双数傻 一样宝1即可 这边我用2-5-2的自由关卡 大概演示一下红卡的操作概念 因为关卡的类型很像啦 打起来技能的施放顺序会是这个样子 蓝卡我就不特别讲了 大家老熟了 正赛的敌人全体都是公职 Wave 1近7万 Wave 2 13万和7万各1 Wave 320万跟10万 最简单一样 腰蓝双虎奥伯龙的配置 衣服加工在Wave 2保1就可以了 一或是蓝卡组合的契鹅莉莉丝 搭配双数傻奥伯龙 保2的NP回收 在Wave 2会很极限 可以的话我是建议保3比较稳妥 其他伺服器呢 有过将这个奥伯龙换成架王的做法 但是我自己测试的感觉是 NP回收和伤害都不尽理想 建议呢还是以奥伯龙为优先 决赛为212的杀值 Wave 1 7万内 Wave 2 14万 Wave 3呢则是18万和20万 最简单的依旧是树狗和双虎奥宝 毫无难度 理论上可以缩减至不换人的双虎或奥伯龙单虎 但是注意一下啊 这边的伤害面会不够需要补刀 如果你有吃杯或者是吃金狗的树狗哥 可以试试看 另外一组推荐的就是三藏双树傻 再加一个蓝卡树光炮的组合 尼托就非常的合适 双树傻帮他补慢打第一波 Wave 2交给三藏开炮 Wave 3 尼托自己再自冲一排 下去一发清洁溜溜 或者是不业树和紫师部宝2以上 有开附加技能的20NP 也可以担任这个光炮的打守位置 实际上的组队 关系到大家的宝具等级附加技能金狗等等会有各式各样的变化 像我自己以前在打决赛的时候也是用双到满的暴击组合 掌握基本的核心 说穿了就是NP的计算以及复数打手 若是有群体BUFF 或是有优先选这些概念就好 等到时候活动出了 DA应该也会补上一些队伍的组生给大家参考吧 礼装的摆放基本上就是以 术傻和沙狐搭上涂满的花瓣礼装为主 摩根因为能够当个副打手也可以考虑 魔龙机会不多啦 但要是你有个宝4啦宝5以上 也可以放花瓣礼装给别人当个打手用 大概就是这样 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在下方留言 感谢你们收看 喜欢记得订阅点个赞 祝大家刷香顺利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